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考 这是某地 敲锣打鼓 送考生进考场 人山人海 你再看下一张 你看 这是某地 中原大佛 欢迎考生临时报国脚 祈祷了 这是好运在此一举 你知道吗 你再看第三张 这里边有气节了 考过高富帅 战胜官二代 这是平民子弟唯一的希望 干掉他们的希望 而且你知道我今天来的时候 门口看见 我觉得现在这个家长 全是挤的都是家长 然后家长还拿着摄像机往里这么拍 你知道吗 甚至有的家长堵在大门口那儿 不让汽车过 说喇叭的声音和声音 说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影响我孩子 在里面考试 你说这 拿这个汽车 每年都这样 每年都这样 今年不还有说那个那个在那个什么一个一个把一个宾馆包下来 一包下来就打吊瓶 之前复习要打吊瓶里面营养物质 氨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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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最严的一次 今年最严的一次 教育部说了 这次是只要把这玩意儿带入考场 当场就是都视为作弊 不管你是开机还是没开机 根本不准带手机 而且呢 跟乔布斯过不去 这个各地都不一样 广东禁止携带就喝水的杯子不能带不透明的 必须透明的 江苏规定不能带任何金属物品 手表也不能带 上海是怎么着啊 你看上海人是鸡贼的 上海是把高考试镜的交接分发全过程 用这个录像监控头360度无死角 这个录像每六小时还回放一遍 你知道吗 更有甚者 湖北只准考生带身份证和准考证进入考场 其他什么都不准带笔啊什么的 文具统一配发 被称为罗考 真的 罗考 史上最严就这一次 哪里啊 史上好好演了 好像每年都是这样 我们现在的考试的整个监督制度比起以前的考试差多了 你说中举的时候 对 鲁迅的祖父 就是因为这个稍微泄露一点东西等于死刑啊 杀头啊 杀头啊 那个是鲁迅前家就这样败落下来 现在对于这种泄露啊之类的惩罚远远不如我们过去的这个我们的科举制度的时候 你还想杀人不证 这泄露国家机密罪啊 其实是 这个考题不就国家机密 这牵涉多少人的这个命运啊 他的地位就非常高了 因为他的考试跟立法局行政局行政院立法院是平级的 所以他等于是领导人了 但他就负责出考卷监督人家考试的 小帅你们当年挺风流吧 不是挺风光吧 你们是艺术类院士 对啊 就是我就算是算是逃过这个 不及格是吧 数学可以零分 哎呦 但是也考 这也考 对啊 就是这个画画就是这点撰片 要不然我是树里画一塌糊涂 到时当时就绕过了这关 然后我们就就做呢 一帮人做呢都说好了 就是到了数学题就不答 就一概不答 后来我们还有一同学好像心谈 那小女孩悄悄的还打了个十分 后来把他打了 我们大家都 就是感觉张艺谋也是这么进去的 不过他怎么考的 反正我们就是一概不答 然后就交个都交白卷 大家一视同仁 这方面都数学是零分这么进去的 要不然不可能 像我们这他其实这种差异啊 每个人的差异 一到高考的时候就会慢慢显出来了 小学还可以 中国导演没文化了 每每说的就是我 没错 开玩笑 没有 数学虽然得零分 但后来变成大万啊 钱都赚的挺多的 确实他有差异化 因为我是从小学 其实我的感觉很恐惧 其实高考是挺恐惧的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一点点特长 去考一个特长的部门 能够绕开这个数据花 你愣上的话 有些人就有差异 我是到了小学毕业 进入初中以后 什么开始开根号啊 或者那种 稍微难一点的什么解 什么这个 哎呦 那就完了 那就根本就脑子一块 一片江湖 那要是一直走下去到高考 那肯定 肯定不行 今年好像是900多万 915万 我可能记错了 就900多万进考场 但是你知道 今年他们就得说一个 我我也是觉得 对我点干嘛 就是就说这个家长啊 我怎么记得 我当年高考的时候 就是带这个盒饭吗 中午吃个盒饭吗 对吗 家长做了就去考了 至于的吗 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 说什么药能让人吃了聪明的 而且他是高考 他是考试 他又不是登喜马拉雅 登不登朱姆拉瓣 他不是什么体力活 你说 现在有点急了 现在这个应试教育 还有这种成功学啊 真是把人弄急了 弄急了成功学 疯了 我觉得这些家长 家长的条件也好了 以前孩子多 条件没那么好 你考试爱考不考 那有什么办法 现在而且的确很关键啊 你这一轮很重要啊 他这个筛选 等于是人的分流啊 这现在我们的学生啊 都是流水线上的产品 高考就是把他们分流啊 你这一轮到了上面一条线 跟下面一条线 后来就差得非常远 后来就差了 现在就是城市交通啊 什么送一下到学校可以 然后或者是回去了 或者是靠完再来 那种急的劲儿 我看不得的 家长的极劲儿 现在我那时候考 那个时候我15岁吧 就就来考这2美元附中 那个时候也是 那我是从武汉 我自己过来的15岁 就我父亲说 走自己走 男子汉了就不送 就连连那个出家门 连火车站都没送 后来我妈偷偷跑出来 给我送到火车站 我那时候觉得父亲 那么残忍啊 他就走自己扫地 赶走吧 然后15岁到北京 一个人考试 考完试一个人回来 但是这边有亲戚如此而已 但是这也是够可以的 一个人啊 15岁啊 其实好像那个时候 孩子都挺能闯 而且就是就自己考去嘛 甚至你像我父亲 那就是更早以前了 那个时候 他说他那个时候 从山东到天津啊 他说他一天考了好几个学校 他考从农村来啊 考中学 他还是考什么南开啊 考就考考考 我一下可以考七八个 你愿考你就去考 最后哪个取你 你就你就上哪个 现在有点弄坏了 还有很多现在考国外的一些学校啊 都找中介 这个很 其实很在某种意义上很不像话 就是但是据说 但是据说现在很普遍 今年比去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少了十八万 然后说近几年来吧 总共少了三百万 说为什么呢 放弃高考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选择到国外去上大学 就参加国外了 那理论上你要出去读书你就得自己填表申请啊 写各种各样推荐啊等等 他们嫌这个麻烦 就花钱 就有人给你专门来处理这些 因为他找国外的这套制度 他跟你搞得都一模 怪不得我们收到的很多申请都差不多的 徐老师现在这个是香港一套语文教材的主编呢 对对 香港有也有高考吗 香港当然也是都高考 而且香港今年非常关键 它是三改四 原来香港的大学是三年制的 从今年开始改成四年制 然后中学就减少了一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动 非常大的变动 那个昨天这个这个人民日报 打电话说要采访我 你说多光荣啊 这党报第一次采访我 人民日报 采访我 原来讲什么 就是讲今天的这个高考题 高考题 然后就传过来 你们看到今天的题目了吗 你跟我说说 全国卷 一个叫放下顾虑 另外一个叫船主跟七公 我这个词在看不动 我看完了以后 我就困惑得要命了 我读给你们听听 他那个考题是这样说 船主让七公给船 七公是谁啊 七 刷七 给船涂七 七公涂好船后 顺便将漏洞补好了 过了不久 船主给七公送了一大笔钱 七公说 工钱已给过了 船主说 这是感谢补漏洞的钱 七公说 这是顺便补的 船主说 当得知我的孩子们 驾海 驾船出海 我就知道他们回不来了 现在他们却平安归来了 所以我感谢你 考生根据材料 置你题目 写八百字作文 啊 就今天的考题 咱们逻辑上还没过来呢 刚才我给这个碧峰 读我们编辑厅的时候 碧峰第一反应说 那船主想杀掉他儿子吗 没错 诶 这个还是 没错 这个当然可以有各种不同解释了 这个小题目 这是不是高科 这是刑侦学校的考考 他去下广告再解释解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时代的青春记忆 风花雪月 白衣飘飘 他为何轻轻地来 又缘何轻轻地走 一代青年的迷茫羽球所 二十年来有关光阴的故事 一同归宿校园民谣的起落春符 寻找一段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青芒 校园民谣再回首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徐老师给分析们 你再做文题 我这个题目搞不懂 我觉得这里